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羅特 通常在恐怖遊戲當中 玩家將會成為一位倒楣的人類 常常會被突如其來的事物給嚇得半死 但是今天要介紹的這款作品可有些不同喔 玩家將在裡面扮演成一隻貓 聽起來是不是很有趣呢? 就在本月22日貓之日當天 Steam上突然出現了一款由獨立團隊製作的恐怖解謎遊戲 其內容相當引人注目 這次玩家們將不再扮演人類 而是會成為一隻名叫餅乾的貓咪 某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媽媽不見了 於是踏上了一段危險的尋母之旅 在遊戲中玩家可自由切換第三人稱 與第一人稱視角畫面進行操作 在陰森的房屋與森林中穿梭 過程中有不少需要動手解謎的關卡 你必須善用自己身為貓咪的優勢 像是使用貓爪來解鎖等等 一步步幫助餅乾完成這些艱難的挑戰 雖說本作是款恐怖遊戲 過程難免少不了一些驚悚的配樂與嚇人橋段 但相信各位貓奴們 一定也能幫助餅乾突破這些難關 目前遊戲仍在開發當中 不過官方已在Steam平台上先行開放了免費體驗版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先上去下載來試玩看看喔 不會防止 會不會防止 還有一步步 會不會破損 谢谢观看